2024恐怖倒数 这句话出自《风神演义》中 江太公钓鱼的故事 但凡对华夏历史有些许了解的人 都一定听过江子牙这个名字 他是商朝末年人 西周的开国元勋 武王伐咒的首席某主 儒家 法家 兵家 纵横家 皆称他为本家人物 被尊为百家宗师 江子牙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传奇故事 但今天咱们要聊的是 号称是他留下的著名预言乾坤万年歌 江子牙是江姓 吕氏 名上 又名吕旺 祖上出身显赫 他的先祖江氏曾是四月之一 也就是上古时期掌管着四方的诸侯之一 后来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授封于吕 此后从其封信 虽然出身名门望族 但是到了商朝末年 江子牙早已家道中落 据相关文献记载 在遇到周文王之前 江子牙曾在商朝担任过低级官职 后来因不满商王的暴虐而器官归隐 一天西伯鸡昌 也就是周文王 在外出打猎前进行占卜 不辞上说 所获非龙非吃 非虎非啤 所获霸王之府 结果周文王在渭水北岸 遇到了正在钓鱼的江子牙 周文王上前攀谈 却发现这位锤钓的老者 谈吐不凡 弃之出尘 说到一些国家军事大事 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此时周文王注意到 江子牙钓鱼的鱼钩 不是弯的 而是直的 并且没有放鱼饵 周文王疑惑不解 江子牙就说了我们视频开头的那段话 乍听之下 是在形容鱼钩 但实则是说 宁可正而不足 不可邪而有鱼 凡形式堂堂正正 而且他的鱼钩并不是来钓鱼的 而是等待值得辅佐的王侯 听了此话 周文王大喜 说道 原来您就是那位 助我大周兴旺的圣人 此后 周文王遵江子牙为师 文王死后 武王即位 江子牙被遵为师上父 在江子牙的辅佐下 周国日益强大 数年后 周武王意识到 讨伐商朝的时机成熟了 江子牙说要打赢这场仗 先要树立天下人的信念 周武王趁商军的大部分兵力 都在南方打仗 还没有调回来时 召集周军五万人 现在牧野开了动员大会 隶属商周王的种种罪状 宣称这场战役是替天行道 不得不说 信念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商周王的军队还没等和敌人交战 就纷纷倒戈杀向了昭戈 就这样 周军仅凭五万人 就打败了商军十七万大军 为商王朝画上了句号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也是历史上可以考证的 发生的最早的战争 江子牙与周康王六年逝世 根据史记记载 江子牙去世时一百多岁 在商朝可以说是个骇人听闻的高寿了 他留下的著作《六涛》 又称为《太公六涛》 《太公兵法》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六涛》都被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尾书 直到1972年4月 在山东临沥银雀山汉墓中 发现了大批竹简 其中就有太公六涛五十多枚 这就至少证明 早在西汉之前 先秦时期六涛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虽然无法证明《六涛》就是由江子牙亲笔所写 但全书以江太公与文王 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撰而成 应该是后人对江子牙思想的收录和整理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战略论和战术论 也是在此书之后 中国军事上才提出了战术和战略的区别 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详细分享这本书 但今天的重点是比六涛 要更广为人质的乾坤万年歌 据说这本书是江子牙根据周易 对华夏未来一万年的推演 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乾坤万年歌 其实是后世奇才 托江子牙之名写下的预言书 这点呢我们稍后再推敲 先来看看乾坤万年歌的内容 乾坤万年歌一共一百零六句 每句七言 全篇不过七百多字 却字字朱击 开篇第一二句 太极未叛婚已过 丰厚女娲时上座 这里对应的是道家无极生太极的思想 世界诞生之初 还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也就是无极 太极生于无极 万物开始逐渐从混沌的状态中形成 所以说太极未叛婚已过 丰厚女娲代指的就是福西和女娲 根据三家著本记 三皇本记记载 丰氏是中国最早的姓氏 福西和女娲的姓氏都是丰氏 丰厚这里指的是君主 所以丰厚指的就是福西 这第一第二句就到明了 预言的起点是上古时期 第三四句 三皇五帝已相成 宗派源流英不错 华夏历史就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 此后代代相成 三皇原本指的是指天皇室 帝皇室 人皇室 后来也代指三个杰出的部落首领 穗仁 福西和神农 五帝则是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三皇五帝十七位 此后华夏几千年的文明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六句 而今天下一统舟 礼乐文章八百秋 因为乾坤万年歌 是托江太公之名所着 而今二字就说出了 江太公一展宏图的朝代 是舟潮 历史上的舟潮 包括西舟和东舟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 共传三十七位君主 具体享国时长 目前还有争议 但公认的是大约八百多年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八百秋 这里也只是江太公举的一个大略的数字 周朝统一天下之后 李月文章鼎盛 这些都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了 第七八句 串去中植传天下 却是春河换日头 这句话到明了春秋战国时期之后 秦朝发生的事 所谓串去中植 就是串字去掉中间 一个植树 也就是个旅字 说明姓旅的人将要传成天下 春河换日头 就是将春字下边的日字去掉 换一个核字 加起来就是秦字 两句话加起来是说 周朝之后得天下者将是吕后 这里就有意思了 也史记载秦始皇本姓吕 是吕不韦的儿子 乾坤万年歌 似乎有意把这段也史作实 而且串去中植 还有另一层双关的含义 指的是吕是得天下并非依靠正直正当的途径 而是适用艰险权谋篡得了天下 正好印证了吕不韦阳谋篡国 扶植流亡在外的公子一人上位 此后乾坤万年歌一路从汉朝 三国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再到近现代 最后一直预言到了公元3400年 下面就挑一些重点的内容 来跟大家分享 第十一句说 卯坐金头带直刀 宵尽天下目羊首 卯字坐在金字的上头 右边再加一直刀旁 就是一个繁体的流字 宵尽天下目羊首实际上指的是年份 在乾坤万年歌中 多次使用生肖和五行来代指年份 利用的是天干地支与五行生肖的对照密码 天干与五行对应 穆就指向了天干中的乙 地支与生肖对应 阳就指向了地支中的位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6年 以魏年被立为汉王 短命的秦朝谢幕后 天下又处于一片混乱当中 曾经被灭掉的各诸侯国 纷纷重新立国 其中以项羽 刘邦实力最强 也最有号召力 最终 项羽乌江自稳 刘邦一统天下 拉开了绚烂多姿的汉王朝的大幕 再下面一句 四百年来更世界 日上一曲怀独汉 日上加一曲就是个曹字 西汉加东汉 两汉共四百一十年 这句指的就是曹氏父子篡汉 建立曹魏政权 之后五十年来二三网 不真不假乱为君 二三加起来就是五 这句话指的就是五代时期 共五十六年 后半句不真不假乱为君 说出了五代后周时期 开国君主 国威将皇位传给了 杨子柴戎的历史 在古代 皇帝都被认为是真龙天子 留着皇室的血脉 这样把皇位传给杨子的情况极为罕见 在世人眼中 可不就是不真不假乱为君 再下面一句 萧郎走出在金猴 稳稳倾平传几事 萧郎走出是个字迷 对应着繁体的赵字 金猴这里又是一个年份密码 对应的是更深年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 后周之后 宋太祖赵匡印在更深年得天下 建立宋朝 此后迎来了几代清廷盛世 一物为君八十载 淮南互见红光起 八只牛来力量大 日月同行赵天下 对应的是宋朝之后 元朝和明朝的故事 一物合起来就是个原字 元朝之后是明朝 而明太祖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 也被称为是红金军 红金军正是在淮南发展壮大的 正好对应着这句淮南互见红光起 八只牛合起来是一个珠字 力量大又是个一语双冠 一方面说朱元璋的军队的力量大 另一方面 朱元璋年号红武 也是力量大的意思 日月同行就是一个明字 代指明朝 在后面一句三百年来事不顺 虎头代土何须问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 合约三百年 而明朝后期天灾佳人祸 诸事不顺 虎头代土又是一个年份密码 虎对应地之中的银 土对应天干中的雾 虎头前面一个土就是雾银年 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是雾银年 当年山东河南大旱 蝗虫成灾 清兵又分三路南下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接下来一句十八孩儿跳出来 苍生方德苏危困 十八孩儿是个李字 指李自成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李自成攻陷京师 明思宗崇祯自义 李自成夺去了明朝政权 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 短短四十多天后 清兵就攻入北京 并定都京师 李自成兵败 十八孩儿跳出来 这里的跳 在古代有逃走的意思 明朝覆灭 清朝建立后多年饱受兵荒马乱之苦的人民 才安定下来 在下面一句相继春秋二百余 五湖云绕又疯癫 指的是清朝统治中国有二百多年 此后五湖四海又开始风起云涌 动荡不安 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觉得乾坤万年歌 简直是准到令人瞠目结舌 别急 这事儿还得仔细推敲推敲 乾坤万年歌相传是江字牙锁着 刚才我们也说了 江字牙出生于商朝 活跃于周朝 可那时的文字多是甲骨文 与现如今的文字大有不同 乾坤万年歌有很多拆字迷 比如说串曲中直是个吕字 春和换日头是个秦字 萧郎出走是个赵字 这些文字都是后来逐渐演变出来的 商朝时的写法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拆字迷 另外 乾坤万年歌中隐藏了大量生肖 与帝之纪年的年份密码 十二生肖虽说相传从皇帝时代就已出现 但其顺序是在西汉时定形成如今的样子的 1975年 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的 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 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子 鼠也 道者锐口 唏嘘 丑 牛也 道者大鼻长颈 银 虎也 道者壮 唏嘘 面有黑质 卯 兔也 道者大面头 臣 道者男子 青赤色 四 虫也 道者长颈黑蛇目 五 鹿也 道者长颈小形 其身不全 卫 马也 道者长须耳 申 环也 道者圆面 有 水也 须 老羊也 亥 石也 说明在商周先秦时期 地之中的尘没有对应的生肖 五对应的是鹿 未对应的是马 须对应的是羊 而乾坤万年歌 却引用的是 现代常用的生肖地之纪念法 再者 乾坤万年歌全篇采用七言诗 七言诗是在南北朝末年 才出现的诗歌形式 周朝的诗歌 应该多是类似于诗经的形式 今夕何夕 见此良人 子夕子夕 如此良人和 所以乾坤万年歌 基本可以确定是后人托江太公之名所作 其实在乾坤万年歌的开篇就已经告诉了世人 这是一本托名之作 开头就说到 周吕望着乾坤万年歌 汉阎光柱 江太公 又名吕望 字面意思似乎是在说 这本书是江太公所着 由汉朝阎光写注解文 可事实上 在阎光所写的注解中 提到了大量汉代以后的具体朝代 年份 甚至是人名 一个预言是不太可能准确到年份和人名的 所以汉阎光柱和周吕望着乾坤万年歌都是幌子 阎光的注解文道清代就戛然而止了 而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发行的乾坤万年歌 是1915年出版的中国预言期中 里面除了乾坤万年歌还包括 推背图 烧饼歌 马前客 梅花师等等 这么多的预言 不可能一招写成 所以推断乾坤万年歌至少在清朝时 就已经存在了 真正的作者 应该是某位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 有人可能会问了 既然是托名之作 是不是就可以断定这是一本尾书 不值得一读了呢 还真不是 1915年出版后 乾坤万年歌已经没有改动的余地了 可它对1915年之后发生的事 也是预测的神准 这就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了 相继春秋二百余 五湖云绕又疯癫这句清朝的预言结束后 就来到了民国时期 人丁口取江南地 经国又一千 人丁口可以被组合成一个和字 丁口又可以被组合成十字 所以这句话对应了两个人物 蒋介石和何应钦 何应钦算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的二号人物 在抗日战争时期 担任了陆军总司令 总参谋长等职务 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 1927年 在何应钦的支持下 蒋介石攻取南京 建立国民政府 人丁口取江南地 预言的就是这段历史 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经国又一千 对应的就是蒋介石来到台湾 这些都是1915年之后发生的事 足以见得乾坤万年歌的准确性 那么乾坤万年歌中预言的未来 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一句两分江界各保守 更得相安一百九 这里的一百九 有人认为是一百零九年 也有人说是一百九十年 但是从下一句来看 一百零九年的可能性更大 那时走出草田来 守执金龙不欲揭 金龙又是乾坤万年歌中 常用的年份生效密码 对应的是庚陈年 2060年正好是庚陈年 蒋介石生于1949年 1950年迁移台湾 1950加109 正好是2059年 庚陈年的前一年 乾坤万年歌的这一句似乎在说 在2060年 庚陈年会出现一个关键人物 从那时走出草田 来这句话来看 这个人物可能姓苗 也可能姓黄 目前我们还不得知 清平海内中华定 南北同归一统牌 这个人物的出现 将带来四海的和平和团圆 不过天下大事 分九必和 合九必分 此后又过了五六百年 万年歌中说到 一物山河又二分 幸不全王莫显小 天下又迎来了分裂 而且这次是危及整个设计的大分裂 不过幸好没有全军覆没 还保留了少量的地盘 不过 这次的动荡 是由战争 天灾 人祸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从预言中还看不出来 根据后面的年份推算 乾坤万年歌一直预言到 公元三千四百年之后 与很多西方预言书不同的是 乾坤万年歌预言的最后 没有提到地球毁灭 也没有世界末日 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局 说到我今只算万年中 在复循环里无穷 只因君子祥此数 金骨存亡一贯通 人类的命运将会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 只要参透了这预言中的奥秘 世道兴衰都将明了于心 这也与很多著名的中国古代预言 像是推背图 黄极京士一脉相承 古人眼中世间万物 不管是浩瀚的宇宙 还是一草一木 全都是循环往复的 没有例外 冬去春来 日月交替 寒暑更迭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一经里 一阴一阳未知道 阴阳消长 相辅相成 说也是这个道理 一个生命 从诞生那天开始 死亡就已经开始了 一个朝代从兴盛那天起 衰败也就开始了 这可能就是乾坤万年歌中 蕴含的终极预言奥秘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公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